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tteman,又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今天這一集呢,我們一樣是要去外面找一下上個禮拜 改版所出現的幾隻新的生物 那那幾隻新生物呢,老頭是底下稍微有略大致上的看過 老頭稍微大致上的看過 不過呢,是不是全部都遇到了,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也就是稍微去空島找一下,岩漿島找一下,或者什麼找一下 那可不可以抓,我不曉得 總而言之呢,就是待會要去探險 也希望呢,各位多多按下你的喜歡,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你的親朋好友觀看 感謝各位的支持,長久以來的陪伴 好不好,那麼今天,廢話不多說 來吧 我們準備要去... 呃...先去空島好了好不好 還是先...啊,先去岩漿島 老頭照岩漿島有看到一隻啊 個人覺得是還蠻屌的 不過呢,再怎麼屌也不會比世界之蛇屌啦 好不好 來吧來吧 然後這個是上一集的爛灘子 我們就直接給他放在這裡放生 放生爛灘子 直接把他放生了,不管了 反正他們也死不了啊 好不好 在這個地方,他們能夠受到什麼傷害呢 不會 我們這個...死神國王的威力這麼強大 完全不用去擔心這麼多 哇塞 哦 直接讓你跌倒啊,在那邊 一下來就直接被...被一個怒掏啊 是怎樣 哦,才剛來而已就出現了 你看到沒有 運下來算蠻不錯的嘛 就是他了 這隻是上個禮拜更新的星恐龍啊 你不覺得很像蜥蜴龍嗎 好酷哦 好,沒想到居然這麼近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還要稍微找一下餒 結果不太需要 而且這個視角剛剛好 是不是 來吧 好,我們開一下血條 欸,我血條不是開了嗎 哇,拉這麼遠還看不到啊 嘟 試試看 居然沒中 欸,有有有,中了中了 暈了暈了 哈哈哈哈 哇,這麼遠還射得到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成功馴服了 我看一下這傢伙 應該是吃大腿肉啦 而且是大腿熟肉 好,這邊的生物沒有不吃大腿熟肉的 是吧 我必須得小心一點 我要小心點 不要被旁邊的生物發現 快咧快咧快咧 快咧快咧 快咧快咧 吃了吃了吃了 快快起來 NICE Veery good 好 好 負中了 啊 怕王龍來啦 嗚呼呼呼呼呼 Holy 瓜爸 這什麼東西 哇嗚 謝謝你給我經驗值 我終於可以點負中了 喔 OMG 太有趣了這個 幫你回一下血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回好回滿他 哇 他也會飛耶 這個龍 飛飛滋滋的其實還蠻可愛的嘛 他這個前面這個嘴巴的外型好像鱷魚喔 超級像鱷魚的欸 欸 我覺得這隻做的不錯 我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好酷喔 實在是超酷的 小 咬 咬不到 好 右鍵 死捏 死捏 嗚呼呼呼呼呼呼呼 Holy Krap 哈哈哈哈 恐怖遊戲喔 突然就這樣彈起來是怎樣 西劍 這是戰鬥陀螺嗎 他吐的這個是熔岩岩石 可是 怎麼吐那麼大一顆呢 好你看這是藝術的傑作 比碧卡索又更勝於碧卡索 哈哈哈哈 吐掉他 我要怎麼跳才比較 應該說我要怎麼吐 比較容易吐得到敵人 我們先拿前面這個危機準好了 不知 不行 往下 再往下一點 有了有了 大概要 頭低低的這樣 哇有7200喔 頭低低的 才錄得到 幹什麼東西 欸炸不到 聽說你很強 直接炸了你 發生什麼事 幹什麼東西 學會了硬痕 學會了硬痕 啊我忘記把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那個什麼 藍圖全部學會了 等我一下 先學 全部學好了 原來這個硬痕是需要靠擊殺他們獲得的 好了 獲得了這個奇怪的東西 然後 馴服他之後有這些奇怪的藍圖 好 Note3 好我們再一下暈 不理他 這隻我還蠻喜歡的欸 說真的 肥肥肥肥肥的鱷魚飛龍 我們叫他鱷魚飛龍好了 好不好 這附近還有沒有其他生物 我就不清楚啦 不過我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說真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其他功能 Q鍵沒功能 在空中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空中的C鍵 空中的右鍵 哇靠 這麼快都沒體力了 這傢伙 我們是不是還沒有抓那個 普莉亞版本的 獅音獸阿 好像還沒有對不對 我們到時候可以考慮抓一下了 我們先慢慢的觀察 我記得這邊有一隻我還蠻想抓的 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喔 這隻是新出來的 有新增出來 是不是這一隻阿 不是 不是這一隻 我要的那一隻是四隻腳的 四隻腳 在地上的 我們來再嘗試抓一下那隻獅音獸好了 獅音獸一直沒有抓到 有點不爽 獅音獸也被我咬死了 我看來沒有希望了 因為他每次都生產在這個 怎麼講 這種打來打去的這個 這種地形 阿都每次看到他們都在戰鬥 我都沒有辦法好好抓 我都沒有辦法好好抓 有點苦惱阿 說真的 這邊有一隻 我會死我會死 太混亂了吧 OK 這邊又有一隻獅音獸 可惡我現在想辦法抓到 這周圍的小怪物要先清掉阿 這周圍的小怪物要先清掉阿 這怎麼抓阿 天阿 這件老人的家我先弄死 哇 碰到水了 差一點 武藥又打了阿 快點快點快點 先把那隻 弄死 唉唷弄到了 還沒死 再弄一次 有喔有希望喔 他在那裡對不對 有感受到了 不管了 林北先開一槍 先讓你安靜一點 有沒有 這樣好多了 在水中吧 我都沒有一個啃士龍 誰阿 What the hell 躺一躺去吧你 哇靠 哇靠 哇我的屍體飄走了 這個 屍體飄飄了 快點快點快起來快起來 大腿肉 有了 NICE NICE 不要幫我衝走 別 啊我十九獸欸 我十九獸欸 我十九獸在那邊被咬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有點混亂 好了 負重了負重了 快點快升級 哇看兩隻截然不同 好好笑喔 兩隻都是同個科目的啦 但是外型上截然不同阿 一個是方舟版本的 一個是方舟版本的有沒有 都是屍舊獸 然後就是屍舊獸比較大隻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方舟版的屍舊獸 其實一個叫屍舊一個叫屍鷹吧 這樣講是不是比較正確 兩個都是同個科目的 欸你幹嘛你幹嘛 你夠過來喔 請你停下來 完蛋了 不要跑阿 這個北七 怎麼會那麼八七的飛行生物呢 來 吸一件是怒 怒吼 要吼什麼東西阿 有幫助嗎 好像沒什麼幫助的樣子欸 被吼到的人會怎樣 右鍵 右鍵也是怒吼 鳥鳥的 算了我要把他帶回家了 我要把他帶回家了 其實這次不是我今天來空島的主要的 對象阿 好不好 我只是順勢抓了 抓了一下 因為說真的我很久沒有 應該不是很久 應該是一直以來想抓 但是都沒有機會 這次終於有機會了 滾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找到了 今天這一隻就是我們今天在空島要抓的這一隻阿 這一隻好像不是新更新的 不過我還蠻想抓的 因為他體型蠻大隻的 但是這一隻跟我原本所 所要的那一隻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哇幹嘛 哇一個地崩 我要把他正開 哇他來了來了 OH MY GOD 跑那麼快喔這傢伙 打啦 水喔水喔水喔 那個飛龍是被震暈了是不是 他剛才震完之後這飛龍連動都不會動欸 欸果然是被震暈 打啦 喔算了先抓再說好了 NONE 他跟原本老頭想要抓的那一隻有點不太一樣 是顏色的區別吧 喔這隻顏色是咖啡色比較深色的 然後老頭那一次遇到的是 比較屬於骨頭的顏色吧 灰色的那個部分 我是不知道兩隻有什麼差別啦 不過既然都先找到了就先抓你好不好 你是好不好啊 等等 等等 這個傢伙 他不能用暈的 難道說要用餵食的方式 可是我已經暈了他了咧 欸他到 等一下我沒有仔細看 放入物品欄進行 訓仰看 我已經把他弄暈了 我有辦法直接把他叫醒嗎 我有辦法那個什麼 叫我醒來槍之類的 應該是沒有吧 我把他用暈了 我要怎麼讓他起來 尷尬了 尷尬了 還是說他現在 睡覺當中我可以用 靠近餵食的方式 好想太多了 他醒來還要一陣子的時間 我們現在身邊沒有任何 可以讓他醒來的藥劑 老頭也沒有帶出來 可可 蛋了這不是一件好預兆 沒關係 我們已經知道他是用 被動餵食的方式了 我們繼續找 一定還會有其他的 類型跟他一模一樣的 您說是不是啊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現在又找到一隻蠻類似的 有沒有看到 現在所看到這隻前面這一隻 DRA KE這一隻阿 他的身形有點長喔 跟我們剛剛找的那一隻有點像喔 但是我不知道這隻跟我剛剛上面 上一個那一隻 有什麼差別喔 但是我還蠻想抓的 他血有兩萬滴 感覺是某種BOSS的感覺 我覺得是某種BOSS的感覺吧 哇塞 哇 What happened Are you sure? 我睡著了 喔 私救獸勒 私救獸快過來 我的天啊 OMG 哇 我以為我死掉了 有沒有過來啊 87 在那邊亂鬧好不好 我剛剛怎麼被震暈啊 我的天啊 危險 這隻要怎麼抓 完了 這個會把我震暈 我招傷傷傷 哇塞 這邊的敵人很誇張到逆天耶 快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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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很強 真的很強 沒在開玩笑的 多補幾隻給你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快死了 十九獸躺在地上了 等我喔 我來看一下這傢伙 可不可以抓 野生能抓 先把他射暈看看好了 OMG 太扯太扯了 跑咧 沒射到 別跑 有了 你不要跟我講說又是被動餵食喔 我會很不爽喔 完蛋了 這王八蛋來了 我靠 不要挑這種 喔幹 嚇我一跳 嚇死的夭壽 可以麻煩這個作者不要把這種聲音弄那麼大聲嗎 真的是會嚇死人 然後 我現在要給他吃大腿了 而且他快死了 他幹 被我的那個四舊獸的重擊阿 弄到差點往生阿 有了有了 有吃了 趕快起來才是重點阿 大大 喔起來了 起來了 我覺得 基於這個問題 先幫你補血好了 幹 我超怕你死掉了 夭壽 阿 你這個四舊獸你就乖乖在這裏 不要在那邊跟我亂飛 聽話很難嗎 喔有了有了 喔 這個龍超巨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 都還跟我之前要抓的那一隻差有點 有點十萬八千里耶 而且這隻 跑步的速度好像蠻快的 有還挺快的 右鍵 抓兩下 C鍵 C鍵是噴火 我現在站他的頭上了 噴 沒有燒到半下 右鍵 他一直想要把我頂上天 我頂到他頭上 一直在他頭上 死內 他消失了耶 居然會消失 爆飛 就是這隻之前把我弄得很慘 這隻哪時候被改那麼強阿 哇燒燃燒傷害好猛喔 哇我的天哪 這隻有強 把他們全部都解決掉了 這隻我還蠻喜歡的 把他放外面好了 好吧 既然都帶來了 我們稍微再觀望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哇這隻真的很酷 我是個人私心喜歡這隻 比較肥的這一隻阿 活該活該 你是有什麼意見阿 嫩 不要射我臉 哇這一次兔將近十五顆是不是 水餃阿 OK 好吧 那那個下一集再繼續找看看我們其他生物 我記得還有六隻吧 還是三隻我忘記了 不過呢都很非常的酷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隻呢 老頭個人私心喜歡這一隻 因為長得像蜥蜥又長得像鱷魚 又長得像飛龍 一個綜合體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阿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小塊小蜥蜥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幫周深屯另外再見面了 掰掰 我們下一集